小语 你到了那边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从没有离开过家 我不放心你 我是不是很啰嗦 阿刚 我知道你不是啰嗦 而是担心我 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真的成了大明星 大概也不会回围村了吧 哪会啊 这里毕竟是我的家呀 小语 外边风大雨大 如果委屈了就回来 阿刚 我现在要说你啰嗦了 快快快 今天就只有这一天 人家的脚会走投了 小语 我会去看你的 个人原创现代单媒广播剧 情何以堪 第一期 听说宣伟公司安排和一个新人组织XY组合 是啊 请问有什么想法吗 一旦都这么安排 宣有什么想法 感觉很好 毕竟一个人很孤单 谁都有新人的时候 相信我的伙伴 是个很出色的 宣 都是四大天王之一了 新人组合不觉得委屈吗 先回答一下嘛 有人说你可嫉妒打压新人 这次可以请问一下 是啊 请回答 没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相信公司的安排是正确的 对于新的伙伴 我很期待 宣真这么大方了 是不是真的 新公司有没有什么记忆 比如安排你 好了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在新客发布会上 我们会安排这些提问 宣 宣 宣 你回答一下吧 宣 孩子生气啊 脾气还挺大啊 什么能难倒我们谢大少爷 凭什么要我和一个新人组合 都知道我是公司最挣钱的艺人 那群狗仔还问个不停 哪家公司不想多有个挣钱的艺人 天心旗下只有你一个大牌艺人 其他都是半红不红的样子 公司哪能不急啊 那也不能让一个 没有任何经验的新人与我组合 我的脸往哪放啊 你当然有面子 今天在媒体面前表现得这么好 不管组合成功与否 都能给你的形象锦上添花 成功了是你提携他 不成功是他不争气 公司下次不敢再这么做了 还有你是前辈 这怎么个提携法 也在你啊 不愧是安琪 听你一些话 圣读十年数 那我们就预祝那个新人 大红大紫 我该走了 你不送送我 安琪 我的烟灰刚坏了 你 不陪我吗 我知道 我还没想到 也不是 哪个人 你什么事 我还没想到 我有一天 我还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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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你是 乖 我 komm 你 又 对不起先生 我急着报到 不小心撞了你 没关系 我不疼 你是哪个部门的新人 议员部 你的名字是 杨明宇 哦 原来是我未来的搭档啊 幸会幸会 果然一表人才 走 我带你去议员部 对了 我叫谢启轩 很高兴认识你 谢启轩 大明星啊 我天天在电视上看到你 刚才 我都不敢相信撞到了你 果然是个菜鸟 什么都不懂 那就让我以后 好好教你吧 这或许就是缘分吧 走吧 不必爬楼梯 以后为了躲没几朋友 有的你爬呢 坐电梯吧 十一楼向左拐 第三个办公室就是 谢先生 您真好 叫我启轩吧 以后 我们就是搭档了 我们就把门担心 这个新人不错呀 新鲜兮兮的美少年 声音也很好听 那是 哪敢随便安排个上不了台面的新人 给谢启轩做搭档呢 他可真有福气 天心那么多的新人 只有他可以和谢启轩搭档 谢启轩又帅又温柔 天哪 他太幸福了 我的大小姐 谢启轩能坐到今天这个位置 不只是因为他既帅又温柔 他和他的经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如果我不是有朋友给他当过助理 也要被他的外表给骗了 这位是杨明宇 以后你们B组负责他的宣传与包装工作 刘娜 小鱼是新人 你做他的经纪人吧 我先走了 你们熟悉一下 小鱼 我也是新人 刚才还谈到你呢 没想到我能成为你的经纪人 刘娜姐好 以后请多关账 嫁姐 我不是老了吗 叫我娜娜吧 拜托 你年纪比她大就不要装嫩了 也不怕吓到小鱼 小鱼是吧 这 没吓到我 死陈旭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小鱼 走 我带你去排练室 有教练在等你 好啊 听说公司的排练室 又大又漂亮 就是帮你 不可以 我带你了 我带你了 给你了 我带你了 别说我带你了 我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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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在我眼底 没有铺垫 方法已来不及 温柔的气息 在脑海里灰之 笑语 这么晚了还没走 齐健哥 我在练歌呢 希望琴能补着吧 毕竟 和齐全哥搭档 我很有压力 新人用功是对的 我那会儿也是这样 给我倒杯咖啡吧 烧奶少糖 好啊 齐全哥坐 我马上就过来 新人都不愿意 给前辈倒咖啡 这小子居然没有发脾气 我就不信邪了 齐全哥 咖啡来了 对不起 齐全哥 你没事吧 齐全 烫到那里没有 一会儿还要接受电台的访问 现在的新人真是的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安琪姐 我没 好了 安琪 小雨也不是故意的 她是好心帮我倒咖啡 小雨 你刚入行 要尊重前辈 一个艺人 重义更要重德 下次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事 我本想让齐全教教你 还是算了 我先走一步 算了算了 齐全 动身吧 先换换衣服 然后接受访问 齐全 以后不要喝别人倒的咖啡 小雨 不要往心里去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安琪她只是关心我 明天见 刚才滴咖啡的时候 齐全哥明明有身手来接 在接的时候 手一缩回去了 可是 她不可能自己烫自己吧 真是笨 这件小事都做不好 不知道齐全哥 烫得重不重 他人这么好 我 真对不起他 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 参加宣伟公司新组合 XY手中PP的推广发会会 大家对于我们的XY组合 或者是这张新的PP当中 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这里提出 好的 那我们下面就开始吧 请问小雨作为新人感觉怎么样 公司对我很好 作为新人 我会努力的 轩 作为已成本的歌手 你对小雨有话说吗 小雨是个很论风的艺人 大江后浪推前了 小雨以后肯定更出会 听说前几天 小雨把滚烫的咖啡 倒在你的裤子上 导致你戴上上电视节目 是真的吗 轩受伤了 轩说 是轩的经理员 不是原来过经理亲眼看到的 对那个小雨是不是妒忌的 这真可怜 他太过分了 只是一件小事 小雨是好心帮我倒咖啡 也不是故意的 齐轩哥 那天 你糖尝很重吗 怎么都没跟我说啊 对不起 我笨手笨小的 小雨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是不是故意的 毕竟你和已成名的 谢谢上有距离 请回答 我 我 我 你不是故意的 没什么 我想起小雨不是故意的 大家不要难过她 来 听听我们的新歌 我觉得和小雨 我想很有距离 你 出现在我眼底 没有不点 方法已来不及 温柔的气息 在脑海里挥之 不知让我怎么相信 这是场游戏 听这教堂中生气 泪水满满 满过我眼睛 你转身离去 这游戏我输得一百涂地 我们的结局 俗咒般被注定 怎么会爱上你 我不明所以 或许你的温柔 让我太证明 怎么能忘记你 在这黑夜里 思绪悲痛占据我 无法呼吸 怎么会爱上你 我不明所以 好想一时兴起 重生来不及 怎么能忘记你 笑着问自己 发现你 发现你早已渴入 入我生命里 自己要怎么寻 你 年末占据我 年末占据我 输得也想知道 我还能忘记你 我还能忘记你 下期 看你笨蛋 我请你过来做什么 连去餐厅定个位置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谢先生 我不是故意的 我再去问问 定不到 定不到就别回来见我 废物惦记 是 是 那还不快去 齐轩哥 他也不是故意定不到 来回跑了好几趟 也辛苦了 有话可以好好说呀 笑语 我请他来是为了做事 与你无关 我 扶我马上去 笑语 这是他的工作 今晚想约你吃饭 即使是他的工作 也应该尊重他 齐轩哥 这顿饭 我不想吃 杨明女 这可是你自掌的 后来你走着急 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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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了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语 屁股弹性不错啊 你 收工了 一起吃饭 你 放手 导演大人 别做过头了 小语是我的牌等 误会误会 我只是想 想表扬小语一下 我们继续拍戏啊 谢谢你 启轩哥 没什么 他最喜欢占人便宜 男女通吃 以后对他不必客气 或许 之前的事 你认为我这个人很麻烦 我只是做我认为 我该做的事 每个人 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可能 我严苛了一些 启轩哥 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 那 你不会拒绝 我这顿饭了吧 启轩哥不拒绝我才是 收工了 我请你吃饭 好啊 小心我知穷你 我请你吃饭 你的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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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